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段失败的婚姻 婚姻里还失去过一个孩子 而刘琪没有婚事 这两点让我有些惆怅 朋友知道我的想法后说 你都不去努力 怎么知道她不愿意 娶了你就是娶了个富婆 说不定她乐意着呢 后面发生的事情果然被朋友一语成疾 我开始追刘琪 最先想到的就是借口要办健身卡 我主动打电话给她 咨询健身的一些问题 在电话的这头 我像是个刚春心萌动的小姑娘一样 听着她慈性的声音 心蓬蓬跳得凌乱 刘琪说 大家是朋友 卡仙别急着办 让我先直接去找她试炼 觉得自己能坚持再办 我赶紧答应 还装模作样地矜持了一天 第二天才过去找她 在车里 我仔细检查了自己的妆容 没什么瑕疵 才进了健身房 试炼了两次 她看出来我不是很喜欢健身 让我不要白费钱了 要是想练 直接过来找她 听她这样说 我大喜 本来我就不是该运动的 要不是她 这辈子健身房朝哪个方向开 我都不会去注意 一来二去 我们熟悉起来 她看我的眼神里也有了暧昧 只是没我那么炽热 刘琪很会照顾人 一盘大虾 她的面前堆满虾皮 虾肉却全在我的肚子里 我对她越来越满意 相识一个半月 我带她去了家里 说起来 我那时候虽然喜欢她 却还是有所保留的 我带她去的住所是公司附近的一套小公寓 那是加班完了我临时歇脚的地方 我给她家门钥匙 刘琪不要 说女朋友的房子她拿着钥匙 有种白占便宜的感觉 她心里个应 我只好信信地把手里的钥匙收了回来 离婚后我也处过两个男人 时间都不长 还没怎么走心 他们就开始打听我公司的经营情况 打听房子是不是全款 哪有刘琪这种大气 从没想过占女人便宜 我对她的喜欢更多了一些 直到有一次她买了菜带回来 要回家做饭 没要是叫我送过去 我正在接待客户耽误了时间 等我回去 她已经在楼下把菜都处理干净 就等着进门做饭 那天我不由分说 硬把家门钥匙塞给她 她才没有推辞 开始的时候 她都不愿意留下过夜 是我缠着不让走 找各种借口留她 时间晚了 下雨了 等她慢慢湿运过来 我们才开始了同居生活 女人的身体 真的是核心在一起的 滚了床单 我的心就跟这个男人贴得更紧了 刘琪知道我有公司 但是她根本不愿意踏足 即使相约出去 她也宁愿在楼下等着 我娇撑着说 又不是做机密生意 上去接我怎么了 刘琪搂着我的手紧了紧 语气低落地说 那是你的公司 我虽然一无所有 也只想单纯地爱你 去你公司晃 难免会让人说三道四 听了她的话 我甜蜜又心疼 这个吃进退的男人 让我的爱更多了几分 我搂着她精壮的腰身 提议要有合适的项目 她也改行算了 教练做不了一辈子 她漫不经心地硬着 她情绪低落 我也跟着高兴不起来 过几天就是国庆大假 我提议趁休息 我们出去旅游一趟 刘琪开始兴致勃勃地做攻略 准备物品 音音打点妥当 我们自驾去了一趟北海 整个旅途 音音事务都是她打点 在维州岛美丽的大海边 我们拥抱 我们说着情话 她让我变成了一个二八少女 所有的心思除了爱她 什么也装不下 从睁开眼睛 就和她腻歪在一起 一刻也舍不得分开 一趟北海之行 我们彻底敞开了心扉 回来我就带她回了我真正的家 父母送给我的别墅 逢前屋后的花开得繁茂 就像我的心情色彩缤纷 我跟刘琪检讨对她的隐瞒 她大度地安抚我 这是应该的 你一个女孩子 防人之心不可无 本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被人称作女孩子 应该会大写地尴尬一番 可这是我的爱人 我愿意做她的小女人 我的心里甜蜜受用得很 我们搬回了别墅 每天刘琪都等我一起回家 在车上 她撞死无意地说 回别墅还是有些远 要不我们搬回市区吧 那样我可以早点到家 先做好饭等你 可是 我又舍不得别墅里 那些养眼的花花草草 虽然贪恋 夫妻双双把家还的这份温情 我想了想 还是大大咧咧地说 那就买辆车吧 要是你早下班 就自己回去 要是时间合适 就等我一起 我看见刘琪的嘴角 勾了一个淡笑 握着方向盘的手 也紧了紧 随后她叹了口气又说道 邱宁 老实说 我的经济状况远不如你 我也一直努力保持独立 不要让人觉得 我是个吃软饭的 听到她这样说 要不是在路上 又有安全待机着 我都想抱过她的头 狠狠轻一下做宠法 她怎么能这么想呢 我和她在一起 是奔着一辈子的 她何必要斐驳自己 半个月后 刘琪开上了捷报SUV 在看车的时候 她一直拉着我 去看一些低端的车 说买个代步的就足够了 不需要浪费太多的钱 虽然那样说 但我也看得出来 她特别喜欢那辆捷报 老实说 我也能够感觉到 她的阻拦 带着点欲擒故纵的味道 但是看她一副喜欢 又不好意思 多花我钱的模样 我还是不顾她的阻拦 一锤定音 定下了车 她实现了愿望 欣喜地在我的脸上 甜蜜一吻 我心里的甜蜜也满满当当 她俊朗的笑里 似乎带着阳光的味道 美好的让我一不开眼 让我觉得这些付出 都是值得的 我们恋爱的事情 我告诉了爸妈 也带刘琪回国家 如我所料的一致 她们不同意 理由很简单 我一个大她七岁的女人 凭什么会让她爱上 爸妈让我长长心 我却埋怨她们世俗 在回家的路上 刘琪谋色深深 开着车 在一车厢低气压里 她说 秋宁 别怨你父母 也是 我条件太差了 一无所有的人 捧上真心 也会被人怀疑的 要是你父母实在不同意 我们就分手吧 几句话 让我的心细细密密地 疼了起来 刘琪对我的感情 也许更物质一些 可是我爱她 怎么会舍得和她分手 我想着 只要她真心爱我 经济不对等的问题 完全不是问题 我心里对爸妈 排斥刘琪的行为 又恼怒了几分 我不知道 这么懂事的男人 他们怎么就看不见 随后 我也开始留意 适合刘琪做的项目 她没有做过生意 找的项目 要简单好上手 这就有些不容易了 我的公司是父母做起来的 他们在里面占大头 我不好把刘琪带进来 而且她也不愿意进来掺货 她说 再掺货 我爸妈就更看不起她了 我想想也是 那天和一个熟识的客户聊天 她说 她朋友的超市要软让 我去看了很满意 就盘了下来 我知道刘琪自尊心强 就想了一个法子 说是我朋友的超市 邀约她去做管理 借口朋友有其他生意 超市以她为主经营 每年给她利润20%的分成 这肯定比她做教练的收入多得多 刘琪果然高兴地接受了 投入了超市的经营里 刘琪出社生意 我从旁协助 跟着她把供货商整理了一遍 该拜访的拜访 该让力的让一点 手把手地 把她送上了做生意的大道 皆大欢喜 那段时间 刘琪很忙碌 有时候 我只能点了外卖 去超市陪她一起吃 她对我更好了 不再叫我邱宁 一口一个老婆 超市的工作人员 也都随她一起 叫我老板娘 她说 她就等她的业务 再顺手一点 我们就去她家 见她父母 我幸福地晕晕乎乎 就安心等着 做刘琪的新娘 刘琪的父亲 放暑假了 我们还没去她家拜见 她的父母就来了 她的家 在离我们八百多公里的 一个边境小镇上 她说回家一来一回 起码折腾一个星期 超市才刚上正轨 走不开那么长时间 他们过来也好 我想想也是 刘琪的父母 看上去都是老实人 她父亲是个乡村教师 虽然尽量淡定 但是我从她母亲 悄悄打量房子的眼神里 看得出 她母亲很满意 我悄悄窃喜 我比刘琪 大了七岁的短板 这些外在的条件 能弥补一些 就最好不过了 刘琪说她不得闲 我只好一个人 带着她父母去玩 安排他们吃特色小吃 尽量让他们满意 而她父亲 却不是一个好说话的 话不多 整天黑沉着脸 我知道 她是在告诉我 她并没有看上我 我不敢和她多说话 更不敢和她对视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 她说 有句话和我说 我知道该来的总会来的 并不惊讶 刘琪想要留下 我拒绝了 微笑着送她出门 她在我脸颊上亲了一口 悄声在我耳边说 要是她父亲说了什么 让我不要计较 我乖巧地点点头 果然 刘琪的父亲直接和我说 他们不同意我们的婚事 理由就是 我和刘琪不般配 乡村老师也是老师 说话有计较 他一个劲地说 刘琪配不上我 在我说了无数次的 不介意之后 她的父亲 只好说出了真实的想法 他计较我们的年龄差距 计较我们的经济差距 计较刘琪一穷二白 什么都得仰仗我 刘琪会变成一个秩序 对于这些担忧 我怎么解释 也无法让她释怀 只好原原本本地告诉刘琪 想让她劝劝 哪知她却另辟蹊径 说出了一个想法 刘琪小心翼翼地出了个主意 说要能把她爸妈包装一下 让他们家看上去 稍微有点实力 也许我们两个结婚的事情 阻力会小一些 我隐隐猜到她说的意思 心底泛起一丝不悦 说来说去 还不是拿钱说话 只是看她说完 就羞愧地低下了头 我内思不快 又很快试然 这是我爱着的人啊 要是出点钱 就能打点好一切 何必让她为难 事实又如何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 在我还没想好 要怎么处理 才让两边的老人 都满意的时候 我病倒了 我的卵巢上 发现一个包块 要手术 而且医生说 即使不是恶性的 弄不好卵巢 也要切除 我简直要哭晕 哀叹自己倒霉 刘琪也焦急地陪着我 完善各种检查 和术前准备 在术前 她当着我爸妈的面 安慰我 不管结果是什么 我都会陪着你一起承受 等你出院 我们就结婚 她的话感动了我 却经了我爸妈 手术在即 我爸妈不想增加 我的负担 也没有博之留其的话 只是我爸一晚上 都黑沉着脸 表示不悦 好在手术很顺利 肿瘤是良性的 美中不足的是 肿瘤离书轮管很近 以后可能失能 也就是说我以后只有一边的输卵管可用 甚至不孕的可能都是有的 听了一声的话 我小心翼翼地看看刘琪 她神色如常 倒也没有表现出特别失望 本来就年龄差距大 现在还生不了孩子 我还有什么资本配得上刘琪 我的心越来越不安 看着我心事重重 刘琪摸了摸我的头顶 笑着说 这根本不是问题 要是没有 我们以后就丁客 话虽然安抚人 但是我也知道 怎么可能呢 她父亲那一关就过不去 接着刘琪就是重提 又提起了那个计划 我本来想告诉她超市的事情 现在庆幸自己还没来得及说 刘琪让我在市区买套房子 送给她父母 说将来到我家提亲的时候 她父母再将房子作为彩礼 还给我家 这样他们家这边就有点面子 再者 我如果能送套房子给她父母 她父母也就不太在意我的年龄 和可能不遇的问题了 她说 这是两全其美的法子 但是我却被吓了一跳 她说的那个地点 位置在主城区 单价是我们这个二线城市里最高的 一套房 差不多要三百多万 她见我犹豫 有些不高兴 沉着脸坐着 过了好半天才说 这是为你考虑 房子我不会要你的 会还给你的 你也不愿意 让我在你父母面前丢脸吧 不知道怎么回答她 我继续沉默 刘琪又说 你父母一边嫌弃我一无所有 我父母也有不松口的理由 我倒是无所谓 但是你的年龄 还等得起吗 何况现在你连怀孕都困难 我拿什么说服我父母 买套房子撑厂子有何不可 你也不是买不起 我一抬头 正好看见她嘴角 来不及收敛起的揭笑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她留下一句你想想 我的提议就匆匆走了 刘琪的话让我心乱如麻 她这是在提醒我 要和她结婚 我就得出钱抬高她的身价 否则这个婚结不成 莫得我突然想起好朋友的话 你太喜欢刘琪了 爱得迷糊了 劝你你也听不进去 伴着那些话 还有闺蜜恨铁不成钢的摇头模样 我按捺住自己的心乱如麻 在这个初秋的午后 静静地把所有的事情捋了捋 感情自然不需要捋 因为从认识我就喜欢刘琪 爱她的心一直没有改变 只是仔细回想 刘琪对我的感情忽冷忽热 大多数时候都很平静 现在想来她还是不够爱吧 不然面对爱人哪有这么克制的 我对她的好 她不要求也不拒绝 除了这次提出要房子 基本上都是我觉得她需要 主动去做 她被动接受的 这次我说后 可能有着不孕的风险 也许让刘琪觉得我的短板更多了 可以利用的愧疚更多了 也是她这次诗词大开口 才惊醒地一头扎在爱情里的我 我失望里夹杂着心疼 原来在这场爱情里 我一直剃头挑子 一头热 而刘琪不过是随波逐流 不主动 不要求 只负责接受的那个 痛定思痛 我向刘琪提出了分手 她像是看怪物一样看着我 想从我的眼睛里看出些什么 我也定定地看着她 你不是想和我结婚吗 你口口声声说爱我 其实 也是有水分的吧 她揭笑出声 我还是很伤感 难得的眼睛酸涩 哑着声音说 我就是不想 我们的爱情里掺杂太多 现在 我们的爱里掺杂金的杂志太多 像一桩生意 说完 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心里也是悲凉无比 不就是买套房子吗 你们家又不是出不起 何况我已经说了 我们结婚就转回给你家的 不买就直说 何必心情作态 用分手威胁我 听听 这就是我爱的人说出的话 原来的我 被爱一夜账目 现在清醒了才听明白 我的爱 在刘琪心里不如一套房子 她的爱 更接近的是物质 我自以为付出的是爱 但她接收到的 只是一辆车 一份有分红的高收入工作 见我一直坚持分手 刘琪软下了态度 说她舍不得我 房子暂时不买 要是我愿意 我们可以立刻结婚 她曲着她的大长腿 蹲在我面前 搞不清楚她是舍不得我 还是舍不得我给她的那些物质 狠了狠心 我还是说 我们分开吧 车你开走 超市的工作你愿意 就继续做 话没说完 刘琪就站了起来 威胁道 你以为我不知道 超市就是你的 你对我藏着私心 还说你全心全意 我要超市 否则这个手 分不了 此刻 我终于明白 我父母说刘琪的那些话了 我爸妈说 我和刘琪的爱情 是我买来的 要是没有金钱的投入滋养 这段爱情 刘琪不会养 此刻 我真的想仰天长叹 这份不对等的爱情 真的不是爱在滋养 而是金钱在滋养 等刘琪知道 超市 我已经转给我爸的时候 他脸色铁青 完全收起了淡然 恶狠狠地盯着我 就在我开始心里起毛 怕他对我不利的时候 我爸过来了 随后过来的还有律师 我的爱情 在律师的介入下结束了 这段感情 我差点人才两空 也让我明白过来 感情必须是双方投入 刘琪无法爱上我 却又舍不得我给的物质 我单枪匹马的执着 也许会感动他一时 但是感动也不是爱 就像你无法 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也无法感动一个 不爱你的人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指得你 低到尘埃里 自己也很珍贵 不需要一昧的付出 作践自己讨好别人 还好 我醒来的还不算晚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